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温降至5摄氏度左右 恶劣的天气状况也影响到了救援工作的进展 土耳其卫生部门官员26号表示 25号有约40人从废墟下获救 但大部分时候救援人员探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多支搜救队已经将重点从搜寻生命转向了寻找遗体 同时灾区腹泻病例激增 土耳其卫生部门敦促人们 在卫生部门确定自来水没有受到污染前 改喝瓶装水 土耳其地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强震后重灾区埃尔吉西县和返省首府返城 发生了500多次余震 电力大部分中断 当地民众都不敢再待在家里 土耳其红心乐会估计 约4万多人需要在临时安置点栖身 虽然他们已经分发了超过13000个帐篷 但还远远不够 尤其是25号的一场降雨 让夜间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 没有帐篷的灾民艰难熬过一夜 26号一早 人们就排起长队等候领取帐篷 土耳其政府之前曾经表示 土耳其能独立应对这场灾难 不需要国际救援 但25号 土耳其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 土耳其已经向30个国家发出请求 希望获得临时板房和帐篷等物资援助 地震发生67小时后 救援人员从一栋大楼的废墟下 救出了27岁的巴哈尔 巴哈尔获救时身上多处受伤 但被送往医院的途中 心脏一度停止跳动 依靠强行针才恢复了心跳 目前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当天早上 救援人员还从废墟中 救出了一个名为埃德姆18岁上 获救时埃德姆已经被困在废墟里 长达61个小时 一直守候在现场的埃德姆父亲说 埃德姆上个月刚刚到埃尔吉西县的 一小大学里就读了机械工作业 目前埃德姆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而之前一天被救出的 14天大的女婴阿兹拉 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 医生说阿兹拉作为一名早产儿 能够在废墟下生存46小时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对她的照顾 阿兹拉的母亲一直用体温温暖她 25号 救援人员在埃尔吉西县一栋五层公域的废区下 听到阿兹拉母亲的废墟声 救援人员先从奔期中救出阿兹拉 几小时候阿兹拉的母亲和祖母也相继获救 不过阿兹拉的父亲目前仍然失踪 救援人员还在全力搜救 希望能给阿兹拉一个完整的家庭 25号一家总部社在迪拜的电视台 播放了一段据称是卡扎菲及其儿子穆塔西姆 被秘密下葬之前遗体安放在棺木中的画面 报道说画面中出现的三幅棺木 分别是卡扎菲 穆塔西姆和卡扎菲政权的 国防秘书尤尼斯的遗体 报道并没有说明在场人员的身份 也没有透露具体的拍摄地点 利比亚执政当局的官员25号证实 卡扎菲连夜落葬于撒哈拉沙漠一处秘密地点 落葬之前三名宗教人士举行了宗教仪式 有执政当局成员参与了葬礼 但拒绝透露其他的细节 几段手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卡扎菲及其子穆塔西姆 在被捕后仍然活着 卡扎菲在死前遭到言语嘲弄 殴打和虐待 而对于卡扎菲的死因 执政当局的说法是 死于其支持者和当局武装的交火 面对国际舆论对于卡扎菲死因的质疑 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 贾利勒24号承诺 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卡扎菲之死展开调查 但他没有给出这项任务的负责人 执政当局军方发言人巴尼25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对何人何时启动调查 语焉不详 法新社报道说 虽然推翻卡扎菲有充分的理由 但卡扎菲父子不明不白的死因 和被杀时血腥恐怖的情景 给人强烈的以暴制暴的印象 这有备于国际法和人类文明准则 不禁令人担心 一支军纪败坏的武装能否担负起利比亚国家重建重任 还有分析家认为 执政当局粗暴对待卡扎菲及其残余武装的事实 不免让外界担忧利比亚国内将陷入暴力复仇的漩涡 但比内乱本身更可怕的 是西方大国的冷漠和国际监管的缺失 美国基督教科学真言报评论说 卡扎菲之词产生最直接的负面效果就是核警式 因为如果不是卡扎菲在八年前轻信西方放弃了核武器 现在起码能有让北约不敢轻易动武的威慑力 全球因此可能会再次掀起一轮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甚至是核武器的危险 人权组织说 这些尸体是上周在苏尔特一家酒店发现的 大部分尸体已经腐烂 周围散落着步枪弹壳和弹夹 现场显示一些死者双手被捆绑 当地居民指认其中一些人是本地支持卡扎菲的居民 人权组织发布报告指出 发现遗体地点的地上有弹孔 血迹就在遗体的正下方 这些证据强烈表明 起码有部分的遇害者是被射杀 该组织说 这些尸体是苏尔特居民于21号 也就是卡扎菲被捕死亡的第二天发现的 在发现尸体的酒店墙壁上 还写着几个反对卡扎菲武装力量的名字 该组织负责人说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这些反卡武装与现场发现的死尸有关联 但是针对战地俘虏和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 施加任何危害或暴行都是战争犯罪 这一组织24号端促利比亚执政当局 对此展开调查 并尽力遏制针对卡扎菲支持者的暴力 及犯罪行为 一位名叫谢里夫·塞努西的卡扎菲武装军官表示 卡扎菲之子塞伊夫在藏身拜尼沃里德期间 一直负责当地多支卡扎菲武装的联络工作 作为塞伊夫安全部队的一员 塞努西经常会和塞伊夫碰面 他说到执政当局10月16号 攻入拜尼沃里德的前一段时间 塞伊夫显得很紧张 并不断给卡扎菲打卫星电话 不断重复地告诫塞努西等人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行踪和藏身地点 由于日益面临当局武装炮击的危险 塞伊夫感到慌乱和恐惧 就在执政当局全面攻入拜尼沃里德当天 塞伊夫秘密逃出这一地区 在出逃途中 塞伊夫的随行车队遭到北约空袭 不过塞伊夫本人搭乘装甲车辆成功逃脱 当局武装随后对附近地区展开搜索 但未能寻获塞伊夫的踪迹 也是从那天开始 塞努西便不曾见过塞伊夫 塞努西表示 卡扎菲武装的指挥官一直声称 增援部队正在赶往拜尼沃里德途中 但直到自己最终被执政当局俘获 也没有看到援兵的踪影 塞努西还透露 另一位前政权重要人物 卡扎菲的发言人穆萨伊布拉辛 也曾一度藏身败城 但就在败城被完全攻陷数天前 伊布拉辛成功逃脱 卖部队正在西方 优优独播剧场的声音